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將近一整天的訊問 翁啟會走出市林地檢署 表情十分疲憊 翁啟會因為浩鼎股票遭約談 成為史上第一個中研院長 列貪污被告 訊後吳寶請回 限制出境 董事長 各位內心交易 有沒有什麼要澄清的 這些關心 浩鼎董事長張念慈 面對鏡頭微笑帶過 繼上週違反證交法 100萬元交保 這次又被列為貪污罪嫌 再以100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 董事長 要不要說一下 而同樣被列為貪污被告的 浩鼎財務署經理張穗芬 上回只被限制出境 清承以50萬元交保 我就是做證人 但是偵查不公開 我不能夠在這裡公開 檢調繽紛多路 同步約談11人道案說明 不只違反證券法的 內線交易擴大偵辦 中研院技術移轉過程 是否也涉嫌 被信將翁祈惠等人 改朝貪污罪偵辦 列為被告的有三人 翁祈惠涉嫌計轉浩鼎後 用女兒當人頭取得浩鼎股票 浩鼎董事長張念慈 以及大帳房張穗芬 則涉嫌幫翁祈惠 取得浩鼎股票 另外證人方面 檢調也傳喚翁祈禧 妻子劉英里 以及潤泰集團總裁 尹演良 厘清翁祈惠所持股 讓股過程 而英屬維京群 島上阿法公司 名義負責人耿崇宣 浩鼎副總經理孟之雲 要弄清楚解盲前 出拖持股原因 另外還約談中研院 研究助理鄧國勳 吳宗毅 釐清中研院技術 轉移過程 浩鼎案滾雪球 從內線交易 追到中研院 是否涉及背信 院長翁祈惠 夫妻身價超過5億 是史上最有錢院長 涉嫌主導中研院 賤賣技術違反利益衝突 讓自己獲利 減掉丘司撥檢 要將正幕後對價關係 差個明白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